阿罗哈客运传出停试 让很多人都感到相当不舍 1999年起家于高雄的阿罗哈客运 让人最印象深刻的 可能是身穿绿色制服的车长小姐 随车服务 一上车就会有阿罗哈小姐 亲切的送水 送饼干 甚至地毛巾 甚至还推出全国首创的宠物专车 还在网友心目中 一度有最速客运的称号 创立了22年 陪过许多人走过青春岁月 未来可能将走入历史 穿上客运公司制服 台语歌后黄飞这一开口 是不是唤醒您对于阿罗哈客运的回忆 车长小姐温柔提醒 亲切的服务和笑容 让阿罗哈赛客量总是居高不下 创立于1999年的阿罗哈客运 是高雄起家的国道客运公司 不仅曾推出车长小姐 随车服务 还有全国首创的宠物专车 整体服务品质 行车安全性等多项表现获得肯定 因此创立没多久 就拿下交通部评鉴结果排名第一 在网友心中 一度还有最速客运之称 不过行车安全也曾遭受外界质疑 砍克不安的心理到现在没有一天是停止 2017年国道一号岗山路段六死 十一伤严重车祸 董事长陈瑞玲亲自出席告别室 二零九年彰化段翻车意外三死 十三伤惨剧 他出面致歉 客运江山遇上考验 经历疫情肆虐 上个月公司又传出财务危机 虽然事后澄清并非事实 不过如今又传出仅存 最后两条线将停止服务 让很多人都相当不舍 他们服务不错 如果回往那个新族 我就做阿罗哈 很贵心 大家觉得 所以我做的事情 印象蛮好的 阿罗哈科云创立二十二年 陪伴许多游子 走过青春岁月 如今传出停止消息 那些已翻篇的故事 被拿出来怀念回忆 也让不少人不慎唏嘘 华市新闻孝星秋显 从旭金一高雄报道 难以回到 我们做的内容 我怕那些地球